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大家都知道,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是度假圣地,迷人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。 让你听过这样一座岛吗? 说起来让人忍不住,想要笑出声,整座岛屿差点被一群羊给消灭了。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座搞笑的岛屿,科隆群岛。 这座岛屿屋于南美洲西北部的厄瓜多尔,与哥伦比亚、秘鲁算是邻居了。 厄瓜多尔的国土面积只有25万平方千米,曾经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,用西班牙语来说就是赤道的意思。 香蕉是厄瓜多尔最著名的水果,以香蕉之国闻名于世界。 科隆群岛居于南美大陆西面的太平洋上,全岛面积大约7500平方公里。 岛屿上的多样性气候和特殊的地理环境,使得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,种类很多,称得上是生物进化补物馆。 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还曾经在这里考察过,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很多科学依据,写出了著作《物种起源》。 这个岛屿四周被海水包围,居民大部分都要靠出海捕育为生。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,有的渔民引进了三只羊,经过了14年的发展,居然扩展到了3万多只。 渔民们没有在意,随着时间慢慢地过去,也没有可以压制羊群的天敌。 羊群数量直线上升到了25万只,岛上的植物都被羊给吃光了,绿色越来越少。 岛上的加拉帕哥斯象龟都没有可以吃的植物,差点濒临灭绝,严重破坏了岛上平衡的生物链。 这时候政府再也不能做事不管了,迅速制定了方案,开始大肆射杀羊群。 为了杜绝后患,一只羊都没留,岛上慢慢恢复以前的生计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